嗨,你好,我是徐老师,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我非常喜欢的餐厅。 那在我开始分享之前,你们最喜欢的餐厅是什么呢? 它是什么种类的餐厅呢? 请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吧,那让我们一起开始吧。 首先,我最喜欢的餐厅,它是一家火锅店,火锅店。 说到火锅,可能大家都会想起来自四川的火锅。 四川的火锅非常有名,但是除了在四川之外,中国的其他地方也有不同的火锅。 比如说,在北京有一种火锅是清汤的锅底,它可以在里边涮羊肉。 它的蘸料也和四川的火锅不太一样。 四川的火锅一般都是油碟,但是对于北京的火锅来说,它的蘸料更多用的是芝麻酱。 我今天想说的这家饭店呢,它就不是四川的红油火锅。 它是北京类型的火锅。 我觉得四川火锅太辣了,太辣了,因为它里边有很多的辣椒,辣椒。 所以,不是所有人都能吃得惯四川的火锅。 我更喜欢选择不那么辣的火锅来吃。 所以,我今天想要说的这家饭店,它是一家火锅餐厅。 但是,它并不是四川的火锅,它不会那么辣。 这也是我喜欢这家餐厅的一个原因。 另外一个原因,是因为我觉得这家餐厅的调料非常好吃。 调料。 我觉得吃火锅的时候,调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。 如果调料不好吃的话,这顿火锅也就不太好吃了。 所以,我觉得这家饭店的调料非常好吃。 除了在口味上,我觉得这家饭店非常好吃以外。 在食材的新鲜程度上,我也很喜欢这家饭店。 我觉得这家餐厅的食材都非常新鲜。 新鲜的食材。 我觉得新鲜的食材口感会更好。 所以,这是第二个我觉得这家餐厅非常好的原因。 那,除此之外呢,我觉得一家非常好的餐厅还需要有一个特点, 就是它的价钱需要非常合适。 是,那,我觉得这家馀厅非常适常。 价钱适重。 它虽然不是特别的便宜, 但是它的价钱不算特别的贵。 所以,我经常会来这家饭店吃火锅。 除此之外呢,我觉得这家饭店还有一些缺点。 那第一个呢,就是我觉得去这家饭店吃饭,需要排很长时间的队,因为这家饭店非常非常的受欢迎,每天都有很多人来这家饭店吃饭, 所以在饭点的时候,总是会有很多人在门外排队,有的时候在节假日或者是周末,周五,周六,周日的时候,可能需要排一个小时的队才能进去吃饭,我觉得等待的时间太长了, 而且这家饭店不接受预约,所以如果你想要在节假日的时候去吃饭,你就需要做好要在外面排很长时间队的准备,除此之外呢,我觉得这家饭店离我家太远了, 我每次去吃饭都需要开车40分钟才能到达,而且因为这家饭店非常受欢迎,很多人都会开车去吃饭,所以在饭店附近停车也非常困难, 我每次都要花很长的时间用来停车和找停车位,尽管如此,我还是觉得这家饭店的口味和价格都非常适中, 所以我还是喜欢开很久的车来这家饭店吃饭,那这就是我最喜欢的一家饭店了。 嗯,听过我的介绍以后,你们有没有想到你最喜欢的一家饭店是什么呢? 它是什么类型的饭店呢?除了火锅,还有自助餐,还有炒菜,还有其他类型的饭店,你们最喜欢的饭店是哪种类型的呢? 不要忘记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吧,那我们下次再见。 嗯? 嗯? 嗯?